便携式超声仪MX相比于体积庞大移动不变的台式机 小体积轻量化的它在救护车等狭小空间内的使用优势显而易见 然而要将多个精密模块极约容纳进仅有三公斤重的体积内却并非易事 外壳都是这种镁合金 镁的话它的密度是非常的低的 同时它的强度是非常高的 整个外壳设计的非常的轻便 同时它的质感和对整个机器的保护又特别好 除了铭合金外壳之外 主机也由原来多个发射接收板 集成为一个发射接收板 便携超声里面的电路板可能有20层 上面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可能有上万克 我怎么样去在这里面选择更轻更小的元器件 怎么样把这个连接器去掉 然后合成一整块板卡 这相当于一张A4纸大小的板卡 要容纳5000个电子元件 25000根连接线和1亿个晶体管 MX由此成为业界最轻最薄的 笔记本市财超仪 救护车已驶入郑州市中心的黄河东路 距离急救中心还有2.8公里 MX虽然外形小巧 但图像精度和性能却能媲美台式机 轻量化和高精度图像本是一对矛盾 那么MX在保持轻薄深量的同时 又如何实现高清画质呢 如果我们把台式彩超 比作一辆豪华轿车 动力非常强 性能非常强 这样的一个高性能要得以维持 但是要把它的排量 要压缩到原来 它的五分之一 采用业界领先的ZST加浴光平台 同一时间下能获得更大的数据量 和更强的运算能力 就像多车道的信息高速公路 数据传输率得以大幅提升 相当于一秒钟可传输两部高清电影 我们这个成像方法 算法不断地重构和优化 并且依托于最先进的半导体器件 最先进的可编程逻辑器件 AFE的芯片 以及后端的计算处理单元 去打造一个非常低功耗 高性能的图像引擎 才有可能在一个笔记本 这么大小的工件里面得以实现 在拥有超强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 显示屏自动化校准 也是确保图像精度的重要手段 机械臂抓取不同的执行端家具 分别执行图像性能 按键点触触摸屏检验等多项测试 确保它在任何救治场景下 都能为医生提供高性能图像 为患者的疾病诊断提供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